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边利用什么呢 利用锯齐里面 你就可以在那个工具里面的锯齐 就是Video Basic这个地方 开起来之后的话就进到这里 那我讲过就是说你可以在这边 因为我们是Ex16模拟考这个 你在这上面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如果没有模组的话请你先插入一个模组 在这边模组里面的一样的方法 sub 比如说计算乘积 那是我刚刚写的 我们可以跑一个回圈嘛 第四列 所以for i 等于4到第83列 对不对 后面的话给它一个net 然后里面的话呢 让它自己就是把原来的函数写在回圈里面 我发现这样子跑出来的结果呢 就正确了 那程式的撰写怎么撰写呢 这边呢你可以给它一个什么呢 if 一样嘛 跟函数一样 sales i 的话 id 一个就列嘛 对不对 所以四列到第83列就跑回圈 然后呢 第几栏呢 3 跟4 所以这两个你可以相比较嘛 3 跟4 比较 如果相等的话 then就给它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是total 它total预设是0嘛 没有 然后呢 total等于total加上1.25 然后呢 再跑下一个跑... 跑完之后的话 最后把成绩秀出来 那秀出来的方法很多啦 我这边用一个Messive Box 总成绩为... 把total秀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我跑完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用快速跑 直接执行 总成绩为22.5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把它秀在哪里呢 秀在... 比如这边 A1的地方 给它一个名称叫总成绩好了 比如说我要秀在哪里 秀在那个B1 B1好了 那在这边 把这边 秀在这个 B1这个格子好了